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南海局勢真是風起雲湧 日本媒體共同社早在5月時曾經爆料 說大陸解放軍將會在今個月 在南海海域一帶 進行一次登島的軍事演練 劍指是台灣佔據的東沙群島 近日有台灣媒體做了跟進報道 說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李大光 在今個星期一首次證實這件事 但沒有透露這趟軍事演習 具體時間和地點在哪 而且台灣方面亦有所反應 根據台灣高層官員的消息指出 說國軍在上星期 再度派出了為數甚多的陸戰隊官兵 和海巡柱官兵 增援進駐東沙島 強化東沙島防衛戰力 以便隨時應付變局 在較早前 因應解放軍打算針對東沙島 進行奪倒演練 國軍已經派出海軍陸戰隊 九十九類其中一個年 以部隊移分的名義 進駐東沙島 台灣方面看來準備充足 至於大陸方面有什麼回應呢 官媒環球時報找來了日本共同社所引述的 國防大學教授李大光 李大光跟環球時報說 關於解放軍演習的訊息 他只是看了日本的報導才知道 這樣就變成一個羅生門 究竟解放軍是否真的會在八月的時候 在南海海域一帶進行登島的演練 暫時來說 官媒既無否認 亦沒有承認 所以真的可能要發生了才知道 假如這個消息是屬實的話 其實在南海海域有這麼多島嶼 為何解放軍有這麼多島嶼 偏偏要選中台灣所佔據的東沙島 來做無以登島演習 其實是相當簡單的 因為這個東沙島的位置 是處於香港對出的海域 不是很遠的地方 故此 他的主權爭議純粹只有大陸和台灣兩方面爭 不牽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在內 大陸唯一需要顧忌的 就是來自美國的反應 若然大陸不選這個東沙島 選了台灣所佔據的另一個島嶼 叫做太平島 這樣就相對麻煩很多 太平島 就是南海海域當中 面積最大的一個天然島嶼 不算大陸去擔沙填海的島嶼 這個太平島相當接近菲律賓 故此 菲律賓方面又說太平島的主權是屬於他 但是越南又有主權聲索 所以如果大陸去選太平島做目標 這樣又會牽涉到菲律賓 又會牽涉到越南 所引來的爭議一定會更加之大 故此我認為 解放軍選擇東沙島作為無以登島演習目標 原因就是這樣 其實台灣在南海問題上 就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 因為目前台灣聲稱在南海豬島擁有主權 這個說法其實就是源自於 在1947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政府公佈在南海的十一段線 而這個十一段線所包含的範圍 比起目前中共宣稱的九段線 即是後來又畫多一條叫十段線 那個範圍是更加之大 後來中共建政了以後 就是完全繼承了南海的十一段線 但是時任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為了與越南友好的關係 抹走了在北部灣的兩條線 所以就叫做九段線 現在中共出版的中國地圖 下距有十條線 所以又稱為十段線 好了 1947年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國共內戰已經打到如火如荼 但是當年的民國政府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異淫 還是怎樣 就專程畫了一條十一段線出來 實際上 它所佔據的島嶼不是很多 總之現在國軍佔據有多少地方 當年大致上只有這麼多 現在的台灣政府 沒有理由主動放棄為南海諸島的主權 所以就是欠了一份 可以算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好了 若然大陸的解放軍 一旦真是進攻台灣佔據的東沙島 究竟美國會有什麼反應呢 實際上這個東沙島 可以說是二手難攻 因為地勢相當平坦 而且也沒有任何天然屏障 以老解的實力 老實說 他如果是發動突襲的話 國軍基本上就不會有能力 是頂得到美軍介入 就已經會失手了 這樣的時候 美軍到其時如果真的又再想介入 就變成了他主動來發動攻擊 所以美軍這一方面 他們一定會有所驟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較早之前 美國的國會參眾兩院 就已經通過了一條叫做台灣防衛法 裡面就說明 若然台灣是受到進犯的話 美軍就會介入協助 當然 這裡所說的台灣 就包括了台灣本島 澎湖、金門等等的地方 但是到底是否包括南海諸島 這裡就相當尷尬 因為一來 台灣防衛法就沒有標明到這些南海諸島 二來 若然美軍介入台灣在南海諸島的爭議的時候 就變相是有個剔差 變相就是承認了台灣在南海諸島的主權聲索 因為不僅是台灣擁有主權 中共與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分別都有些賭罪說是他自己的 所以 美國和台灣在這方面有點尷尬 不過 在較早前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了一篇關於南海問題的聲明 而且措辭極度強硬 他完全否定了中國在南海諸島的主權聲索 他說已經是很強硬 但是 如果一旦中共真的在南海上有所行動 比如說真的攻佔了這個東沙島的主權 而美國是完全零反應的話 他這個聲明其實就是等同一答廢子 所以美國又不能夠完全沒有所行動 不能夠完全無動於中 而且美國一直都強調說要捍衛南海的航行自由 如果解放軍有行動的時候 美國也沒有反應 那就肯定會使得部分東南亞國家 喪失了對美國的信心 故此 美國的反應也是相當之具有挑戰性 好了 其實中美現在各自有盤算 在中國方面來看 若然真的奪取到台灣所佔據的東沙島 可以說成本低 但效果非常之大 一旦奪取了東沙島以後 他又可以一擊即脫 又或者是長期佔據 若然是一擊即脫的話 其實美國和台灣都沒有他扶 當然他們可以後來派軍隊去進駐 但是 大陸方面可以在國內大肆宣揚這次軍事勝利 可以提振國內的民族主義士氣 亦可以轉移國內的時限 全部聚焦在南海問題上 對於美國來說 尤其是對於特朗普本人來說 若然他可以妥善地處理南海問題的話 分分鐘可以扭轉選情 所以有不少評論都估計 特朗普會不會在11月總統大選以前 在南海海域誘發一場可控制範圍內的紛爭 來促進選情 分分鐘靠這件事可以吃虎 可以成功連任 所以不少人都有這樣的猜測 除了在南海以外 其實在釣魚台一樣都是風起雲湧 日本共同社報道 說中國的海警船 已經是連續111日出現在釣魚台的周邊海域 創下最長的日數紀錄 而駐日美軍司令施內德說明 美國將會盡全力協助日本解決釣魚台的狀況 並且承諾將會加強釣魚台及周邊島嶼的視察 借此幫助日本監控中國船隻 其實隨著中國的季節性優遇期 將會在8月16日結束 一定會引起更大的爭議 因為很多中國的漁船 將會去到釣魚台的周邊海域作業 所以無論是釣魚台海域也好 或者是南海海域也好 都已經變成了21世紀的海上火藥庫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